民眾黨立委蔡壁如 掃到論文風暴颱風尾 衝擊選情 辭去立委 黨主席柯文哲 幫小雞站台火力升溫 陳時中就不用講了 我還不想再提點他 明明會有人投給陳時中 那會投給陳時中 等一下留下來 我再特別教育 用這樣的講法 就有一點點有 伊吐斯人不當選的味道了 柯文哲帶小雞向前衝 邊拉票左批陳時中 黨買BNT疫苗護航高端 但也不忘誘打蔣萬安 蔣萬安是這樣 他也不是什麼壞孩子 如果他自己當 我現在跟你講 要搞清楚就三年了 如果是那些叔叔婆婆 來幫他當 我現在就跟你講 那個又回來了 顧願賬季的通勢 質疑蔣萬安的施政能力 柯文哲談起民調 透露陳時中 在谷底難翻身 至於黃珊珊跟蔣萬安 柯文哲開始打氣保牌 其實台灣還是負面選舉 為什麼蔣萬安的票比較大 那就怕陳時中當民 那時候我看過那個民調 那時候都不會當選 這個恐懼解除以後 請大家投入一個比較好的 社會的共識 喜歡談論氣保的人 就是在操作氣保 台北市場選情緊繃 三位參選人不斷突顯自己 以免淪為遭氣保對象 記者謝鴻如王志恒 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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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